這個小吃店也沒躲過 所以呢就在稽查之下 基隆提供給上百家小吃店的知名油蔥店 還有呢彰化的百年肉圓店都有用搜水油 業者呢除了接受退貨也銷毀了問題商品 搜水油風波不斷延燒 現在連傳統小吃店常使用的油蔥也陷入搜水油的風暴中 知名的基隆油蔥店從今年3月到8月底之間 總共向強冠進而多達1000多桶的全桶香豬油 衛生局貨爆後前往稽查 除了了解店家停用情形 查封油桶 更當場銷毀用搜水油做成的油蔥酥 店家表示基隆地區100多家小吃店 都向他們訂購油蔥酥 歷年來也都跟強冠訂購豬油 搜水油事件爆發後 已經全部停用全桶香豬油 而彰化縣北斗知名的百年肉圓店 肉圓生也傳出使用全桶油 衛生局人員上門稽查 店家也趕忙出示退貨單 並表示使用不滿意 三月底已經退貨 三月份的時候 交換公司業務有來延攬 那因為我跟他進了五桶的豬油 當就是試了打開一桶試了之後 覺得味道太香了 覺得土質不大適合公司用 那希望食藥署把廠商 黑心搜水油事件引起社會食安恐慌 因為劣質油流入市場 現在許多廠商都遭受牽連 最無辜的恐怕是毫不知情 吃下肚的消費者 聯合報林婉玉 許漢芬綜合報導